小麦的产量和播种量有很密切的关系 当然了产量它是一个综合因素 播种量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那么这个播种量是越大越好呢 还是越小越好呢 一亩地用多少斤种子合适 今天咱们交流一下 第一个情况 综合条件比较好 比如说土壤肥利好 冬前的积温合适 整地质量高 土壤的香勤达标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 就是选择的小麦品种 适合当地 在这个情况下 适时播种量是15斤 什么原因呢 通常所说 每亩地的基本苗是30万 但是这种算法 在这个情况下 并不是绝对的 咱们要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15斤的种子 只能出15万基本苗 离30万还差很多 但是这个情况有这么几个条件 第一 三日内日平均气温是16到18度 当气温低于16度 每滴1度加1斤种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温度也会明显下降 所以当温度低时增加播种量 也是正常的 第二个条件 有效积温需要在650度以上 小麦出苗需要消耗110度的积温 还剩540度 小麦每长一片叶 大约消耗积温是75度 小麦冬前的非叶规律是 3页1分念 4页2分念 5页3分念 6页5分念 7页8分念 然后往下推 15万的基本苗乘以8个分念 等于120万总净数 当小麦的成碎数 是35%到40%时 比如说35% 它最终的成碎数是 120万乘以35%等于42万 按40% 最终的成碎数是 120万乘以40%等于48万 42到48万之间 这个就很符合小麦高产的要求了 母碎45万 千粒重45克 这样的群体是 肥料浪费最少 个体发育最好 静耳最粗壮 也是用种量最少的安全小麦群体 第二种情况就是晚播的 所谓晚播 就是因为有某些客观原因 而不得已晚播种的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下雨 地太湿 这个就得晚播 适当晚播 对高产实际上帮助也很大 在这个情况下 每晚过10月15号一天 下种量增加0.8斤 所以说这个时候 才会出现金种万苗 比如说加到了30斤种 那就是30万基本苗 甚至还有40斤 45斤 50斤 这些现象 因为随着温度的下降 小麦的分裂时间会缩短 分裂数量也会减少 这个情况下只能增加播种量 第三个情况就是贫瘠土壤 比如说山地 丘陵 这些地方的水利不太方便 下种平均是25斤左右 小麦种子也是抗旱型的 这种情况多用一些种子 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也不要太多 如果赶上雨水充沛 小麦容易旺涨 病虫害也多 而且容易倒腐 所以我们来看 播种量并不是最重要的 它取决于什么呢 播种的时间 土壤的肥力 冬前的积温 整地的质量 土壤的伤清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 这几天持续高温 基本上都在35度以上 可以说是烈日炎炎 我们这边甚至出现了38度以上的高温 在河北这一带呢 很多地方才刚刚种上玉米 那么在高温的状态下 玉米蒙头水应该怎么浇 又该注意什么呢 浇水的时候尽可能浇小水 不要浇大水 尤其是不要大水慢灌 因为大水慢灌 有可能会造成田间积水 这样对于玉米的出苗相当不利 这又是为什么呢 玉米种子在超过40度的积水中 浸泡5分钟就会被烫伤 现在有的地方的低温已经超过70度了 如果说咱们浇水遇见了高温 又有积水 玉米种子会迅速萎缩死亡 这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闷种 出不了苗 朋友们大家好 马哥聊农业 最近很多朋友都在给小麦浇水 反清水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出现了一些情况 就是浇完水之后 小麦叶片发黄 甚至发红 而没有浇水之前 什么事也没有 这是什么原因呢 会不会影响咱们的产量呢 今天咱们说说这个事 第一种情况 就是小麦应激反应 什么是应激反应呢 就是前些天温度比较高 很暖和 小麦的根茎叶生长很快 超过了往年同期的生长速度 突然一浇水 小麦反应不过来 根部不透气 营养暂时无法输送 所以叶片发黄 这种情况 大家不必担心 细心的朋友能发现 刚才咱们用了一个词 叫暂时无法输送 所以有了应激反应 这种应激反应 在几天之后 就会慢慢消失 小麦的叶片 也会逐渐变绿 不必采取什么措施 就好比咱们人一样 本来挺暖和 突然来了一阵冷风 打了一个哆嗦 这只是一种反应 不必过于担心 第二种情况 小麦叶片不但发黄 有的还发红 这是什么原因呢 乍一听 好像是咱们地里缺磷 实际上不是 这大概率是磷绒 什么是磷绒呢 以前咱们说过 今天再说一遍 在反清起 磷绒一般是指氮肥磷绒 由于咱们追氮肥太多 多余的氮肥 也就是那些 没有被吸收的氮肥 随着灌溉 渗到了深层土壤 这种氮肥 通常以消态氮为主 由于肥料太多 会伤害小麦的根系 根系受损 小麦叶片就出现了发黄 严重的就是发红 后期还会加重倒伏 所以说呢 咱们一直倡导 追肥要适量 浇水要浅浇 如果是这种原因 造成的小麦叶片发黄 建议大家 喷食磷酸二氢钾 加上辅食酸类的水溶肥料 来弥补根系伤害 同时调节叶片生长 第三种情况 就是病害 主要是土传病害 典型的就是 甄肃病 静寂腐病 文库病 可以随着水流传播 如果是这种情况 在浇水之前 其实地里已经有土传病害了 只不过有的明显 有的不明显 明显的地里一块一块的发黄 当一浇水 土传病害开始传播 导致整个地块小麦 大面积发黄 只要涉及到病害 就要记住一句话 病在于防 防大于治 如果咱们提前发现了病害 提前防治 然后再浇水 它就不至于扩散那么快 如果说浇水之后才发现 就更得抓紧时间打药了 不然的话 后期遍地哭白碎 到了那个时候 无药可救 防治土传病害的药剂 效果比较好的 比如说防治 静寂腐病和根腐病的是 甲霜恶眉磷 防治文库病的是 塞浮千安 关于土传病害 大家要提起足够的重视 好了 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 马鹅粮农业 点赞关注 种植不明朵 咱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小马鹅粮农业 大豆是咱们三大粮食作物之一 营养价值比较高 咱们大豆种植户呢 也比较多 下面咱们就从选地 选种 底肥和追肥 除草 控旺 以及病重害防治 等六个方面 来说说大豆的高产管理 第一个选地 实际上大豆的适应能力很强 所以对土壤的要求不高 但是相对来说 输松肥沃的沙壤土 更容易高产 虽然大豆对土壤要求不高 但是对茶口的要求很高 在种植大豆的时候 必须防止虫肠和营肠 所以在选地时 尽量选择两年没种过大豆的地块 主要是为了降低病重害的危害 选好地后及时整地 保持土壤疏松 刚才咱们说沙壤土更容易高产 就是因为土壤疏松 不易凝结成块 在翻地的时候 可以加入一些有机肥 负荷肥 来增加土壤的营养 第二个选种 咱们说过大豆 一定要防止虫肠和营肠 从这个角度说 大豆种子尽量选择外地的品种 如果杂交会更好一些 选种时去掉别粒 虫粒 留下均匀的种子 然后半种可预防一些病毒 病害 地下虫害 半种时一定要均匀 第三个肥料 由于咱们的土壤 有机质含量普遍偏低 按照大豆的高产要求 底肥一定要用足 建议底肥用低氮高磷高价的 同时适当增加一些有机肥 这样在大豆的整个生长期 可以不用追肥 微肥也就是微量元素 比较重要的是 棚 芯 铁 咱们可以选择喷湿 流体棚 糖醇芯 和氨基酸微量元素 易面肥 可以促进开花 结痂 增加有效力数和力重 同时预防黄叶病 到了结痂期 可以喷湿云胎素内脂 和磷酸二精甲 可以调节大豆生长 预防枣衰 减少病重害 促使极加多 子力饱满 第四个 杂草 大豆田的杂草 长势很强 通常能超过幼苗 这样就会阻碍幼苗的成长 影响幼苗的光合作用 同时杂草会滋生病重害 咱们可以通过中耕松土 或者打大豆田专用除草剂 来防除杂草 第五个 控旺 因为大豆生长在下秋两季 雨水多 所以大豆容易旺涨 对于群体的 涨是旺 有土涨的地块 在出发前喷湿空旺药剂 此时大豆正处于分支期 或者出发期 所以空旺药可以和杀虫剂 杀菌剂 微量元素等一起使用 省时省功省力 在用空旺药剂时 尽量不用纯品多效作 会损害土壤 影响下差作物 第六个 重点 病虫害防治 咱们先说病害 第一个 黄叶病 黄叶病是一种生理病害 是缺素引起的 缺什么呢 铁 铅 铺 外在表现就是叶片发黄 植株矮小 不结痂 开花少 很影响产量 咱们可以通过喷湿 流体铺 腾春心 流体铺猛心 以及氨基酸微量元素来缓解 大约4天之后 这种症状就可以得到缓解 第二个病害是根腐病 主要危害根部 第三个病害是双眉病 主要危害叶片和瓷粒 像冬天的霜冻 常看咱们视频的人都知道 防治病害要以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预防的药剂可选择多菌磷 笔作弥菌指 甲基硫菌磷 治疗的药剂可选择佛环座 沃泽唇等药剂 每7天喷一次 连喷2-3次来治理这些病害 下面咱们说虫害 大豆上的虫害 主要是以零次木类害虫为主 但是品类很多 比如说豆甲鸣 棉龄虫 造桥虫 食心虫 甜菜叶儿 这都是比较常见的 其中部分害虫抗药性很大 前些年呢 咱们一直用绿虫本甲西安 但是最近的两三年 绿虫本甲西安的抗药性 越来越明显 咱们可以选用甲维炎 虫满精 阿菲菌素 湿满尿等药剂 或者说混合使用 来降低这些害虫的抗药性 尤其是甜菜叶儿 大豆高产管理的关键时期 是中后期 这和其他的大田作物 比如说小麦 玉米有很大的不同 大豆的中后期管理 对产量至关重要 除了以上咱们说的 这些管理措施之外 还要注意防汗 抗烙 咱们大豆种植物 对中后期的管理 一定要提起格外的重视 好了 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 这里是小马哥聊农业 点赞关注 种植不运录 咱们下期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小马哥聊农业 小麦追肥用的最多的 往往是尿素 所以说尿素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肥料 尿素是含氮量最高的高氮肥 所以咱们种小麦 种玉米 种大豆 追肥的时候 很多人都喜欢用尿素 但是咱们也知道 尿素的利用率 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往往不到30% 甚至不到20% 那么怎么着用尿素 才能提高它的利用率 把它用到极致呢 下面咱们看看 下面的几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要弄清楚追尿素和浇水的关系 这句话详细的说 就是根据尿素的转换时间 来安排什么时候浇水 尿素一定要在土壤里 转换为安泰蛋 才能被小麦 玉米等做入吸收 那么它的转换时间 是多长呢 它的转换时间 并不是书本上说的 多少天 那么固定 而是和土壤温度有关 如果说土壤温度有10度 那么尿素的转换时间 大约是7天 也就是说这个情况下 7天之后浇水效果最好 如果说土壤的温度超过20度了 那么尿素的转换时间是几天呢 大约是4天 也就是说4天之后浇水比较合适 如果说土壤的温度超过30度了 那么尿素需要几天转换呢 2天 这个时候大家就明白了 2天之后浇水比较合适 要根据尿素的转换天数去浇水 这样才能提高尿素的利用率 也就是说把尿素用到了极致 第二个观点 撒湿尿素是怎样造成浪费的 撒湿尿素和钩石差别呢 是很大的 上面咱们说了 尿素是一定要转换为安泰蛋 才能被小麦玉米等作物的根吸收 因为它本身是鲜安泰蛋 是不能被土壤吸附的 更不能被作物吸收 那么尿素的转换过程 需要土壤中的微生物来分解 如果说要是撒湿的话 尿素没有在土壤里 没有办法被分解 也就是很难转换 另外呢 由于尿素暴露在空气中 它会分解成氨气和二氧化碳 随着空气挥发了 那么利用率别说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二十五 百分之二十 有的甚至不到百分之十 所以说呢 能勾食尽量勾食 最好别撒食 下面呢咱们再说一下 关于尿素的使用 咱们种植物朋友们的一些疑惑 第一个问题 尿素可不可以当作一面肥 可以 但是量不要太大 因为各厂子的生产工艺不同 有的尿素